你会不会看错的 他这么跟你说的 真的 你关心的事还真不少 我的眼睛是绝对不会看错的 我就知道 他看安小秋的眼神不一般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你不知道我有个外号 叫月老叔吗 就你 月老叔 笑什么笑 我都粗合过好几对了 都成了 你呀 还是小心点吧 干吗 担心我说多没嫁不出去啊 我可是赖上你了 赖上我倒不怕 我是怕到时候人家找上门 说你乱点鸳鸯谱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言善道了 是吗 那可能是进出这次吧 哎 跟你说正经的 这个事儿 你最好不要瞎掺和 不是闹着玩的 最新嘛 你得知道这 安小秋他是怎么想的 可是我已经给他说过一次了 你呀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急性子 旁观者清你懂不懂 哎 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很般配啊 你说呀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像你那么闲 整天的管这个管那个的 你这个人啊 整天只记得交通条例 这 这是我的工作啊 哎 再说了这个缘分 要是到了 你不管它也能成 这缘分要不到 你怎么管它也成不了 这孩子哪儿去了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 他们今天课外活动 他们下课比较走 别跟我解释啊 你是当姐姐的 小嘉 拿去个公事儿玩 咱们谈半个 怎么了这是 你让他自己说 大姨 我今天没跟妹妹一起回来 都现在了 妹妹还没回来呢 今儿他们是不是课外活动啊 你干嘛呀 那孩子没事啊 一会儿回来了 去写作业就这样 你给我回来 下次不许这样了 把妹妹一起带回来 行了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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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了 你干嘛呀 我做饭去 那我帮你 妈 大姨你们快看 是小宝塞到枕头底下的 这什么时候写的 姐 叮当我告诉你 你要找不着妹妹 你也别回来了你 老师 老师 麻烦你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年四班黄心悦啊 大姨 大姨 小宝 小宝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大概她这么高的 对不起 你没看见 大姨 问一下 我女儿今天来了吗 没有她今天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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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这 chief 是北战的 不算全能地 好 还在此 他来过你这儿 他来过你这儿 你为什么不送他回家啊 我 我刚才有急事啊 你有什么急事 能比放下一个孩子还重要 我给那个门妹说 坏了 小宝要有个三长两多 我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是 小 小秋 不会放下一个孩子 咱们怎么办 妈妈想吃这个 那我回去 我回去 那么 走吧 我回去 那我回去 我回去 没 Kol 回去 但是还可以 小丘 找她 小丘 小宝不见了 去哪儿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师傅 稍等 今天委屈你了 请你吃的是小饭店 味道怎么样 一般般吧 不过我点的公保鸡丁还不错 又你的公保鸡丁 我看别的菜你也没少吃 行了你 好了 赶紧上去吧 不然耽误直播了 一会儿你执勤的时候 开车小心点 知道了 喂 小秋姐 小宝不见了 没有啊 你别着急 可能是小孩子贪玩 喂 喂 怎么回事 小宝不见了 小秋姐特别着急 那她有没有说 在什么时候丢的 她只问我 有没有看见小宝 然后就挂电话了 怎么办呀 你别急 这样吧 我回队里看能不能帮上忙 你呢 在你节目里边看能不能 我明白明白的 我是爱心方向盘主持人舒平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肯请大家帮一个忙 为一位心急如焚的母亲 寻找她的女儿 这个小女孩年仅八岁 名字叫做小宝 失踪的时候身穿黄色上衣 油彩不顾 扎马尾便 如果你们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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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知道小宝是最听话的孩子 阿姨也知道 小宝是最爱妈妈了 对不对 如果哪位听众 见过这个小女孩 请及时与我们电台联系 我们的电话是96911 在这里 我代表这位母亲 谢谢你 喂 你好 好 请上班一下 马上去进去 我是人民医院的急救室 我们这里三分钟前 送来了一个小女孩 跟你刚才的描述很像 大约七岁左右 大眼睛扎着马尾便 小邱 在哪儿啊 在急救室呢 急救 护学 护学 急救室在哪儿 急救室在哪儿 妈妈 疼 别担心 妈妈 疼 妈妈 疼 小宝 小宝 妈妈 小宝 小宝 怎么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伏不成了小宝 小宝最坚强了 小宝最乖了啊 妈 妈 伤成这样的 不慌 不慌 妈妈在啊 小宝不慌 大夫 我女儿怎么样啊 伤成这样是不是都骨折了 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你别担心 没伤到骨抖 吃皮外伤 不用那么担心 小宝 你别太紧张了 好 大宝 妈 妈 伤成这样的啊 怎么伤得这样啊 老头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错了 妈妈发誓以后 再也不打小宝了啊 妈妈永远都陪着小宝 不会离开小宝的 小宝 爸爸 小宝 爸爸 小宝 走开 我是不是来了吗 干过来干嘛 你走 把你三星了 你别在医院给我大呼大叫的啊 谁跟你吵了 你走 行行行行 行了 小宝 小宝 这怎么闷着牙去吧 我从踩街上摔下来了 小宝 都是爸爸不好啊 爸爸错了 爸爸改天带你去吃炸鸡啊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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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 你能出点事 那个 还都在医院呢 我能 不是 好好好 行行行 我房子已经定了 还有一个大包 先这样 一会儿过来 我有点事先走啊 小宝 爸爸有点事 跟人家谈生意 先走了啊 明天我再来看你 好吗 不 小宝 让爸爸走 不 我不要爸爸走 小宝 不 我不要爸爸走 小宝 小宝 乖 107 107对着这还人认定了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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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医生定的行了 对不起 你这样啊 你都不要我们了 爸爸要 我真的走了啊 那个我有事 小宝 爸爸真的走了啊 别人催得很紧的 谈生意啊 小宝 好好养生 爸爸一定过来啊 爸爸 不要走 小宝 小宝 我听话啊 爸爸 爸爸有急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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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达 你没看见孩子 不忘了就往外走 你到底有没有点忍性 她不是你亲生的女儿啊 不是 你喊什么呀 不是人有你在吗 我有事你就不是不知道 我在 我是她爸爸吗 我在 你们有什么事啊 你小男就是陪人吃软饭 黄小秋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没有资格 这样跟我说话 你算老几啊 当初我跟你说过 我们俩的情况不适合生孩子 你偏要生 离婚的时候 我说孩子跟我 你偏要要过去 现在怎么样 后悔了吧 你怎么当妈的 小宝 天天往往那儿去 去找我 你干嘛了 你根本不会当妈 只会生不会养 跟都不有什么区别你啊 你好意思地喊我 你还有脸哭呢你 黄明达 你谁啊 你笨废的 你有病啊你啊 你谁啊 打到这里 这个狼心狗肺的 你还来劲呢你啊 别打了 这是医院 知不知道啊 你们俩干什么 你别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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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认识的人 整个一个流氓 这就是你认识的人 整个一个流氓 简直就是混蛋 你知不知道啊 小城 你你你继续照顾孩子 来来来 我来收着一个出手来 你过来 你过来 小子你再来劲啊 我刚才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告诉你 打的就是你 知道吗 打的就是你 谁 谁报的劲 我妈 怎么回事 同志 我在看我女儿 就是这个人 进来就打了我一拳 我成这样了 黄明达 你能不能记点考德呀 怎么了 我哪句话说错了 你 贾佳同志 事情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小秋 别 你先 你先别吵枪 你跟他没什么好解释 就我打的 我打你了怎么着 老师 我打的怎么着 都跟我回去 把事情说清楚 同志 我晚上还有点急事 我不能去啊 你是当事人 必须跟我回去 把事情说清楚 走吧 不是 走 你高兴了吧 怎么 走吧 走吧 老郑 我看这个人呢 我看这个人畜生都不如 他都当着孩子们说那种话 你说说看 你说说看他说的那些话就还笑人话吧 啊 他说安小秋 他说安小秋 不应该生你孩子 他说安小秋做什么都失败 这是人说的话吗 这是人说的话吗 行了 别激动了 我能不激动吗 我想着想着我就生气 安小秋一个人带着孩子 他容易吗 他工作工作他找不着 什么时候都没人帮他 他 他居然能说出那种话来 我听他说话我就想善他几个大脑 那你想过安小秋和小宝吗 不管怎样 他们曾经是夫妻 他毕竟是小宝的爸爸 我跟你说 就 就这么个王八蛋 他根本他就不配 不管配不配 真是事实 是 是 我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 把你给拖进来了 现在还说这个干吗 我本身就有责任 不 这事个责任完全在我 你别忘了 我也是个警察 跟他们好沟通 这件事跟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你是来拉架的 你说当时 好了好了 你就别说了 你啊 还是那个死脑筋 什么回事啊 什么回事啊 警察当时 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 所以还是警察呢 也不能客气客气 是 对不起 现在不是随线动手的问题 对方说他被打伤了 不告诉人 我打了 就我打了 是我打了他 我当时太冲动 总之所有的责任都是我 没你什么事 我打的 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 只听说过抢弓弹 没听说过抢罪的 你们是客们 你来干吗 你来干吗 看我个笑话 你的事 我不关心 是 你现在是不关心 你有两个男人关心着呢 小秋啊 没看出来啊 你这个离了婚之后 魅力四射啊 跟给明星似的了 你说话能不能留点口德呀 不要欺人太甚啊 我留点口德 我欺人太甚 你说错了不是你吗 你别老这么看着我告诉你啊 我问你 你你你你三番五次了来小军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 我我之前给你打过招呼了 我给你好好好说过了 你还这样 你安得什么心呢 我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你少来这套 什么为了孩子呀 你是为了孩子啊 你为了孩子 这个孩子三番五次了往外跑 到我这儿来找我啊 你是不是想把自己给架出去 觉得他事也累着了 想把他扔给我 是这么想的吗 你要这么想的我我我没关系 我我我我我收他 你放心吧 就是我死了 也不会把小宝交给你的 虚伪 好了 等你们的赔款 会到对方的账户上 就彻底地没有事情了 这种事情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数的 总之啊 以后要谨顺一些就是了 谢谢啊 虚伪 好 那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要忙 好 有什么事 再跟我联续 好 后面再见 好 再见啊 谢谢啊 好 这钱也算我一份吧 本来也是因为我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小宝呢 你在车里睡觉呢 我去看看 你快点儿 小宝 这孩子怎么受伤了嘛 你赶紧带他回家吃点药吧 找的事 你别管了 是啊 安安姐 赶紧带孩子回家吧 这里有我们的 嗯 谢谢啊 没事 小宝 乖 小宝 你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小宝 乖 叔叔过来年轻去看你 叔叔说话算数 嗯 拉钩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走吧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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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快帮我家 我孩子怎么了 程亮 你这一晚上也快给我打个电话 你急死我了 一晚上倒是事 根本都忙不过来 慢点啊 他腿都受伤口 着急 大家在等的 是啊 你孩子拿个体温计准 我看他发烧呗 嗯 等会儿 接着 给 妈妈 上头脑 我厉害了 小宝 小宝 醒了 妈妈 啊 今天我能不能不去上学了 好 不去上学啊 那一会儿就给你请假 快睡吧 嗯 妈妈 这叔叔比爸爸好 好 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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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不发生了 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晚上回来再跟你说了 去趟小宝学校 就能不快来吃饭了 顺便出车去 不行 姐 我一看你 就知道你今天一晚上没睡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吃完饭你再睡一会儿 小宝学校那儿 我去就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是心疼姐 我真的一大堆事呢 我先走了 你帮我照顾小宝 嗯 好 走 走 走 我吃饭 我吃饭 对 我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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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吃饭 我吃饭 喂 中美出租车公司吗 我找你们领导 我要投诉 小秋 你怎么来了 没出车啊 出车了呀 我今天上午啊生意还不错 郊区都跑三趟了 是吗 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 那个 对不起啊 郡师傅 昨天晚上的事都是因为我 那个 我是来给你送钱的 旁边拿了医药费 我收的要出的吗 你拿回去吧 你这不是诚心让我难看吗 我没有 昨天的事我是有点冲动的 不是想帮你吗 你赶紧拿走 赶紧拿走 你诚心让我下不来台 你这是 那 那这样吧 我帮你洗车 来 我帮你洗俩约车 肯定能补上 小秋 你 你看你想什么呢 我原来就跟你说过了 你有什么困难 你一定能来着找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小秋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你别往心里去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车照样开 钱不少挣 你放心吧 不是 我 我是觉得你老帮我吧 我特故意不去 我帮你洗车不也是想心里能踏实点吗 怎么了 你心里 真的想踏实吗 你 你 你这车门好像坏了 我看好几回了都那个关不上 修过好几次了 老车子就是这样子 老修不好 洗车的时候没露水 小秋 我觉得这车和人是一样的 什么都闷得死死的 不适合我们这块人 小秋 你就是把自己闷得太死了 你老这样你会憋坏的 你知道吗 我没什么文化不太会说话 我就知道 我这辆车 虽然老了旧了 可是也挺好开的 你只要给它上上油 紧紧螺丝 它还是一辆挺不错的车 我觉得 你如果肯 给自己加加油 鼓舞器 这样的话你 你能过得轻松 你能过得松快 你知道吗 我说话不会兜圈的 我说话不会兜圈的 小秋 我没那么笨哪 你也喜欢我对不对 要不是 你干吗不敢看我 我擦车里呢 我擦车里呢 心虚了吧 你一定是心虚了 是吗 是不是啊 郑队长 电话 郑队长 知道了 来了 那个 你 你 你别擦了 你坐车里歇会儿吧 我接个电话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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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景强 走 跟我走 开一遍了 干嘛 找你们领导去 连你老说清楚 走走走 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犯错误了 我弄不懂 一个拉架的警察 怎么会被撤职呢 你别嚷嚷 这里是警局 又不是外面 走走走 我不走 你跟我去讲清楚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我还有工作没交集完呢 我走了 那你给我讲清楚 什么才算大事 好了 我的事情你别管 你也管不了 师傅 我刚听说公司他们 对不起啊 我 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 我不知道具体罚了多少 但是这些 你们不叫我赵师傅 你还要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的钱 我不要 你 你怎么了 你 你把钱收下 我心里会好受一点的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急不可啊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对不起什么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用左一句对不起 又一句对不起的嘛 你有脾气 你可以撒在我身上 你别拿车出去好吗 我 我大不了 我 我不跟你说对不起了 我也不跟你叫郑师傅 还有 别跟我提钱 我不提还不行吗 你如果真的想谢我 你去帮我一个忙 那 说 我妈 就这几天要 要回家了 她一直跟我说 只有我跟你在一起 去接她 她才可能回去 打算什么时候接她回去 打算什么时候接她回去 看天 看看天气 天气吧 总得选个好 好日子 现在选个好日子 你 答应了吗 不是 我 我 我不是帮你的忙 我是 我是不想让阿姨吃啊 谢谢 我说 还是让自己不够笨 我是不想让阿姨吃那个忘了 我 我 我很常之前没有谈过感情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你 能不能跟我一起 帮 帮我 为 命 小乖乖 我们的小冰号要起床了 来 一二三 来 拿着 小宝 把这个药吃了 然后浑身就舒服了 乖 来 喝水 小姨 我饿了 饿了是好事 你在这儿乖乖地喝水 小姨给你弄饭去 有一位司机同志打来电话 他问从江宁路到新叶开发区怎么走 找到了是这样子的 这位师傅您听好 可以从海口路转弯到朝阳路之后 再左转 小宝 跟小姨说说悄悄话 我不会告诉你妈妈的 你是喜欢你爸爸呢 还是喜欢你妈妈 我喜欢小姨 小马屁精 小宝 你也别怪小姨说话难听哦 你爸爸他 真不是个东西 要不是他 算了 你个小孩子家的 我不喜欢爸爸 爸爸不好 你不喜欢你爸爸 那你就是喜欢 郑伟明叔叔了 书彬在这里 为你们准备了 我们小宝 真的长大了 懂事了 那你以后 不会再惹妈妈生气了吧 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给妈妈争口气 好 书彬 上车吧 不用了 我自己能回 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不用麻烦了 书彬 我刚才还听你节目了 谢谢啊 你怎么了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耿强给撤职了 撤职 都是因为你的事 耿强给撤职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是不是误会耿强了 你别着急啊 我回头跟他们说清楚去 我有什么好急的 人家都说了 不关我的事 没什么好急的 书 书彬 百分三十 嗯 爸 你找我啊 哟 马叔来了 哎 婷婷好 马叔好 婷婷啊 我让你调查的那个案子 现在查得怎么样了 哦 确实跟您预测的一样 是黄明达的问题 不过爸 我觉得您也不必太在意了 那个生意 她得不了多少钱 你再看看这个 仔细看 他怎么会这样呢 他怎么会这样呢 婷婷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人靠不住 我没说错吧 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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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我早就让他难看了 这次李娅和爸爸 好对了还有你马叔叔 好好的配合 嗯 我知道 你心里也很难过 算了 看走眼一次算不了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人嘛 有第一次的背叛 就会有第二次 当初 他肯离婚 我就知道他靠不住 我还以为 他真的是为了我 婷婷啊 商场就是战场 你心软 就给别人得利 害了你自己 你心软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现在心里很乱 什么都不用你做 爸 您是不是都安排好了 还没有糊涂 好 就想我的女儿 现在啊 咱们要放长线 钓大鱼 这小子 还跟我耍什么花生 嫩了点 马总 你尽管放心 王总那边啊 我已经拿到直销权了 只要王总您这个总代理啊 肯跟我合作 到时候 我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行啊 行啊 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 你 你担任签合同了 既然王老板愿意跟您合作 我这儿肯定不是问题 就是就是 不会有问题的 太好了 马总 你看要不要人 咱们这个事早点办了 有福同享吧 行啊 来来来 喝茶 好好好 安姐 你怎么来了 有事 没什么 对不起啊 董强 说不定跟你说了 我觉得都是我不好 怕得你连队长都没得当啊 没什么 我这样挺好的 逛管车不用管人 特轻松 别这么说了 你这么说我心里更难受了 我觉得我特没用 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被我连累了 你别这么想 这个事儿 跟你真的没多大关系 别担心了 我昨天 见到舒平了 他的情绪不太好 节目也老出错 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 你们 我们 我们挺好的 安姐 再过几分钟 就是高峰了吧 你还不赶紧做生意去啊 哦 是啊 机会来了 总不能错过 别好好珍惜啊 文强 舒平是个好姑娘 很难得的一份感情 你别错过了 小宝怎么样了 小宝挺好的 会不会挺快的 那就好 一定要多陪陪她 安姐 你不用替我操心 我这样挺好的 再说 这个事儿跟那天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这属于正常的人事调动 行了 我要去上岗了 赶紧走吧 哎 哎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好好考虑考虑 啊 哎 我知道了 哎 你看 那个就是我女儿 哦 小姑娘这么漂亮啊 哈哈 从三岁啊就开始学钢琴了 马上都考七级了 是吗 小家伙这么简单啊 不过学钢琴应该是蛮大的一笔费用吧 是啊 先不说一架钢琴要一万多 嗯 光是请老师的费用 我一个月的工作都快搭进去玩了 哎 我女儿还不是一样啊 我让她学画画 就是在烧钱 光材料费啊 一个月都得买好几把 哎 那怎么办呢 是啊 我家老公啊 还想让她学那个小提琴班呢 这将来的孩子哪个不是多才多艺啊 我呀 还准备让我女儿再报个书法班 是吗 我女儿再报个书法班 不能啊 怎么办啊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再等一会吧 还想再拉几趟呢 你每次都这样 要不就说快哭快了 要不就说马上回去 对不对 来 什么呀 这是那个 点心呢 还有水果什么呢 你赶紧吃吧 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 我 我一会儿吃行吗 不行 你必须现在吃 一会儿吃啊 不行 不害人吃 吃个蛋糕 我怎么吃特别饿 听话 吃一个 十分钟 就吃十分钟啊 是 吃饭还有规定时间的 那当然了 十分钟能跑 我跑多会儿呢 你啊 赚钱你不要命 来 你拿点 太厌烦了 能吃多少吃多少 挺好吃的 嗯 好吃的 甜吧 嗯 不要 恭喜你 别人 你呀 别人 有点 红尼人 哎呀 有点 还愿意 喝点 可能 我是否真的 輾翅飛翔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幸福的方向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同向天堂的光 總像在 相遇時迎接希望 身不已角落 我留著倔強 總像在分離 失去真影響 明天的我是否真的 地久天長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幸福的方向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同向天堂的光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幸福的方向 堅強 堅強 我終於學會堅強 那才是 同向天堂的光 那才是 同向天堂的光 那才是 同向天堂的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